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3年央视春晚周深亮相 和歌唱家张爷老师唱灯火里的中国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他 喜欢上他 2023年春晚周深再一次登台 和两位老戏鼓同台演绎了一首花开忘忧 温暖至于的歌声又被震撼一把 央视新闻面对面对周深深度采访 影响力之大 刚结束的央视总台员萧杰晚会周深和毛不易演唱家乡人 这些名场面让周深这个名字几乎被所有家庭记住了 他红得不可阻挡 从认识他到喜爱他的人 不分年龄 国内外小朋友 年轻人 老年人 特别是他的生米们从他在网上用卡布名字唱歌开始 直到现在不离不弃支持他 还有一大批老阿姨像喜欢自己孩子那样喜欢他 每天都想着看看周深听听周深的歌 湖南台的时光音乐会让有周深的现场光彩夺目 因为有了他 收视率屡创新高 不得不说周深的影响力是你想象不到的 周深的辉煌靠的是什么 不是资本 不是关系 小编认为是 嗓音独特 美妙动听 前所未有 实力超群 首先是周深是多少年才出现的这么个天才歌手 他没有变声的嗓音反而成了他的武器 有人说他是仙音 有人说他是人间小百灵 他的嗓音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听他唱歌空灵清澈 美妙动听而温暖治愈 让你听了还想听 小编就是听了他的歌从此记住了他 他喜欢唱歌放弃学医而学音乐 他是乌克兰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毕业 他的导师是有名的南高音唱歌剧的 他教会了周深怎么用嗓子 怎么发音和训练 怎么掌握技巧等等 当周深在国内的演唱被老师知道后 老师还说如果你想学 我还可以教你唱更高的音 周深对老师念念不忘 他感谢这个老师 当年跟老师学音乐时老师看他长得小 觉得他缺营养给他买当时很贵的猕猴桃给他吃 老师叫他小太阳 周深一直想带老师来中国玩一玩 结果老师在家生病去世了 周深知道后有机会去老师目前点上一根蜡烛放一束花 至今提起此事还哽咽 怀念着老师对他的恩情 周深有歌好的声乐老师 让他掌握了唱歌的技巧和方法 所以说周深是有功底的 周深还有着音乐人的思维 他能运用学到的东西去完成每一首歌曲 能把一首歌曲唱得唯美动听 有画面感有故事性 有人说周深太会玩设备了 太会用话筒了 他能把声音和乐器搭配起来 让歌声融入到音乐中 做到极致 有评论说周深可以拥有如此高的音乐素养 国内只有一个周深 想找到第二个太难了 唱歌是周深的音乐终极目标 如果换作别人 因为大家歧视他的嗓音 早就放弃唱歌了 但周深没有 他心理坚硬的部分就是想唱歌 各种环境下我都要唱歌 让大家听到我 他不是极公敬力 制片人让他录个小样 换作是别人就会讲价钱给我多少报酬 但周深没有 他不睡觉露了多少遍 然后满意了交上去 他就是一个这么执着地把唱歌作为目标的人 有着天籁之声的嗓音 又有着唱功强的离谱的实力 这就是周深的底气 周深能用多种语言唱歌 也能驾驭不同类型的歌曲 实力天花板无庸置疑 智商情商双高 德才兼备 人格魅力无限 周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是非常不容易的 经历了太多付出了太多 但能看出周深是一个人小格局大有智慧的人 格局有多大路就能走多远 他已经脱离了曾经的不开心 而朝着自己坚定的目标向着光前行 周深是公认的人品优秀 善良 懂得感恩 温暖待人 三观正 又有极高语言天赋和表达能力的全能歌手 周深始终如一的低调谦卑做人 他的礼貌无处不在 有人说周深的礼貌是骨子里的 他的弯腰鞠躬似乎都被大家看习惯了 他的实力已经超过那么多歌手 但他在前辈面前还是非常谦虚会说话 尊重他们 他与其他歌手搭档从不抢风头 他当帮场也是那么认真对待 他对生米和喜欢他的粉丝 从来都是笑脸相迎温暖如春 念念不忘生米对他的支持 这就是一个智商高情商高的周深 人小大胸怀 也因此他的路越走越宽 发展得越来越好 现如今他已经成了国家需要的 为时代为国家儿歌的歌手 从空灵婉转的治愈之声 到磅礴大气的时代之声 每当重要节日和重要舞台都有他的身影出现 而且从不失误 他已经是一个传奇存在 他就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这么一个神奇宝贝 宝藏男孩 看似小纸少年 实质他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有内涵有文化修养的音乐人 极具人格魅力永远无超所值 是极品和奢侈品 有人说一直有预感 一颗巨星冉冉升起 很庆幸自己能成为见证者 大家在美周深的话语已经用尽了词穷了 可他还在发展还在进步 真是这个时代的骄傲 祝福音乐小王子周深未来的路更加绚丽辉煌 观众们见证了一位歌者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周深内心世界的倾诉 每一首歌都如同他情感故事的缩眼 而那烟 曾经红极一时的他 在星光下也有着自己的沉浮起伏 如今看来 他当年满含泪水滴做出的决定 仿佛成了跨年夜上最温暖人心的插曲 周深站在舞台中央 光环背后是无数次努力和汗水 他以超凡入胜的艺术造诣和温柔体贴的人品征服了所有听众 与此同时 纳因虽然曾经有过失误和遗憾 在公众形象上遭受重创 但他依旧是华语乐坛不可抹去的传奇 文章最后留给读者一个思考 成功并非偶然 周深越成功 则意味着那些曾经质疑他 放弃他 甚至错过他才华的决定越显愚蠢 但这也提醒我们每个人 真正关键不在于你开始时被多少人看好或否定 而在于你能否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 并且不断精进 总之 在这个难忘的跨年夜里 我们不仅庆祝新年到来 也庆祝音乐带给我们共鸣与感动 周深与那因两位艺术家各自闪耀着不同光芒 在岁月长河中交织出一段又一段难忘旋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Aviation 桃 lat 韩苹 担换 ーバ 盐 这 multiples 这 贑 盐 弄 ri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